北京时间10月8日凌晨,2018-19赛季罚载联赛第九轮,阿黎圣日尔万座圣王寺公园球场5比0横扫里堂,九连圣创造罚载历史最佳开局记录,木巴佩十三分钟时间里完成大次洗审计, 内玛尔伐入一律点球,此外巴黎圣日尔万的金鹏贝和里昂的土发尔特各自被罚下,木巴佩十三分钟大次洗比赛亮点,精彩回顾,巴黎圣日尔万本场排出4231阵型,卡瓦尼出任中锋,迪玛地亚,内玛尔和姆巴佩身后埋伏,维拉蒂和马基尼奥斯双后腰,后卫线上, 迪亚哥席尔瓦和金鹏贝达到中位,贝尔纳特和穆尼耶一左一右,门将何时不逢,开场仅近三分钟, 里昂队长贝基尔就被迪亚哥席尔瓦踢上腿部,随后无法坚持贝克尔内腿换下,第八分钟,木巴佩突出进去右翼,被出击的门将洛佩斯扑倒,主裁盼盼挂了点球,随后内玛尔操刀主罚命中右下角, 阿里圣日尔曼基比林领先里昂,第二十分钟,责劳雷的头球打在迪玛利亚的手臂上, 但主裁盼没有判法点球,两分钟后,责劳雷的任意球攻门稍稍高出衡量,第二十七分钟, 卡瓦尼妙传,木巴佩突入进去的攻门被后类封堵,第三十二分钟,金鹏被缠到安东贝勒, 主裁盼定过VAR认定,出示红牌将其罚下,阿里圣日尔曼场上只剩十人应战, 第四十二分钟,德佩任意球传中,德纳耶尔小禁区内的头球攻门顶片, 第四十五分钟,门迪传球,奥亚尔的远射被不逢扑住,上半场捕石阶段, 图萨尔特被后缠到姆巴佩,累计两张黄牌被罚下,尼尔也只剩十人应战, 第四十七分钟,内玛尔送出直船,姆巴佩单刀突入进去左翼攻门,球被洛佩斯奋力挡出, 一分钟后,科尔内特小禁区线上的捅射,被不逢承用扑住,第五十二分钟, 地亚哥席尔瓦的解围,打在科尔内特身上反弹击中门注弹出,随后巴黎圣日尔曼展开反击, 姆巴佩反击突入进去高右翼攻门,球击中左门入外沿弹出底线, 第五十六分钟,内玛尔中路之船,姆巴佩再度获得单刀机会, 在洛佩斯及时出计划写没移,第六十分钟,姆巴佩再度获得绝佳单刀机会, 但他的攻门,又一次被洛佩斯审扑就闲,第六十一分钟, 内玛尔右侧内部连过三人突入禁区被封堵,姆巴佩的抽射先后击中两个门入坛入网内, 阿里圣比尔曼二比零扩大了领先优势,第六十六分钟, 维拉第禁区内送出直船,马基尼奥斯右路低平球船中,姆巴佩小禁区内产射得手, 阿里圣比尔曼将比分改写为三比零,第六十九分钟, 贝尔纳特后场走路直船,内玛尔突破再度送出手术刀班的直栽球, 姆巴佩翻越为成功担当攻门命中完成帽子戏法, 四比零,第七十四分钟,内玛尔送出直船球, 穆尼耶德圣门被洛佩斯扑出,随后姆巴佩分球, 内玛尔的攻门被号位封堵,穆巴佩不设完成大四系神迹, 巴黎圣比尔曼5比零领先,第八十一分钟, 德佩的调射被布封拖了以下后击中衡量弹出, 最终,巴黎圣比尔曼5比零大圣里昂,数据统计, 全场比赛,巴黎圣日耳曼十四次攻门八次设正收获五球, 里昂十六次攻门六次设正颗粒无收, 阿黎圣日耳曼控球率为48%, 里昂则达到52%,出场阵容, 阿黎圣日耳曼4-2-3-1, 门将,一号不逢后卫,十二号穆尼耶, 二号地亚克希尔瓦,三号金蓬贝, 十四号贝尔纳特后腰,六号维拉第七十五分钟, 二十三号德拉克斯雷,五号马基尼奥斯中场, 七号姆巴佩,十号内玛尔,十一号迪玛利亚, 八十四分钟,二十七号迪亚,迪前锋, 九号考瓦尼四十分钟, 四号科雷尔利亚4-2-3-1, 门将,一号洛佩,四号威, 四号拉菲尔四十一分钟, 十四号杜波伊斯,五号德纳耶尔, 十五号莫雷尔,二十二号门迪套腰, 二十九号土塞尔特, 二十八号恩东贝勒中场, 十号特劳雷, 十八号贝基尔七分钟, 二十七号科尔纳特, 七十八分钟, 二十四号齐克, 八号奥亚尔前锋, 十一号德派下贤越相关越独, 独在五球能获大四喜, 穆巴佩创法甲四十五年最年轻球员记录。 一号双方法甲四十五号码,